政府运用现代化资讯科技 提供便民有效率的服务 地震工作因为涉及到土地的问题 所以一直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很重要的课题 也是民众非常关心的课题 所以在每个阶段 都有它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在我们的地级资料里头 其实很重要的两个基础资料 一个是测量的资料 地级测量 一个是土地登记的资料 到了民国66年 台湾就全面实施平行地缘条例 它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做一个全国的 地级总归户的工作 民国69年1月1号 经由行政院的核定 内政部正式成立的一个 内政部地震资料中心筹备处 这个筹备处经过一年的筹备 内政部地震资料中心 在民国70年3月25号的时候 就正式成立 同时因为配合台湾地区土地测量计划 也产生了很多图资的资料 需要储存 所以也争取到一笔经费 来筹建一个办公室 所以它就是叫做 内政部地震资料中心的正式落成 那这个在民国刚刚讲民国70年3月25号落成之后 那整个资讯中心 内政部地震资料中心就搬到那个地方 那在那个地方有图库 然后也设立了电脑机房 所以从70年开始 在内政部推动地震资讯电脑化 就有一个算是有个基地 推动电脑化其实也很重要是要有前瞻性 我印象当时的内政部地震师师长张维一 他就是有这个前瞻的想法 所以可以说是整个策划 由张维一先生来做政策性的目标的指导 然后当时的地级科长刘金彪先生 也发挥了他整体规划的功能 那当时我是在负责执行 地震工作要推电脑化 等于是还是从零开始 我记得当时在民国67年 各位回想 67年其实连中文电脑都还没有 那我们如何去做地级总规乎 那因为地级总规乎 就是要把土地登记资料都电脑化 那土地登记资料都是中文化的 那这个确实都有很大的困难 好在电脑科技在我们国人的努力之下 好像68年69年 逐渐开始有电脑化的中文化的雏形 所以我们推动这个工作 可以说是必入难旅 电脑系统在规划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制度性 或者原则性的思考 也是左右为难 包括一开始我们要决定 是采集中式还是分散式 好在因为这个系统 都是由内政部统筹规划 所以内政部就采取 先把系统规范先订定 有了规范当作标准 我想耳后在推动的时候 就会比较顺利 后来大概都在技术上 都足以克服这个问题 所以我记得好像到了民国 90年的时候 事实上整个台湾 108个地震事务所 都已经完成全面电脑化 不出品的事务所 我已经改参了 无路了 剑